三多一少 糖尿病已经到了很晚期的症状 所以早期的时候 没有明显的三多一少 一般情况就是说 我们现在怀孕以后都要普查 就是说查糖耐量 糖耐量异常的 我们提早就要预防了 不能出现三多一少 都三多一少已经糖尿病的中晚期了 一般的现在目前糖尿病 就像我们多当暖操 好多人都是合并的 糖代谢异常的 有的就是说糖耐量受损的 有的就直接针断为糖尿病的 这些它一般都不会出现三多一少的 就是说早期的时候 有的人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是肥胖的人还是容易得糖尿病 糖耐量受损的 有些人就是说容易饿 容易提前饿 就我们平时四小时饿 他会到三小时就觉得饿得平了 就是说胰岛素 有的是抵抗的 他胰岛素高 他你不吃东西他就饿得很 有的是就是说不想吃东西 也是一种 有的是吃东西多 所以大部分人糖耐量受损的就是容易饿 就是说耐力不好 糖耐量就受损 就是说糖的代谢 给正常人的实现性都还是有区别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